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11月4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打击还在持续 以色列不仅在加沙北部进行战斗,还进攻加沙南部 以色列已经将加沙一分为二 加沙北部乙军从拜特哈农沿着海岸 朝贾比利亚方向和阿尔沙地方向推进 加沙中部乙军切断加沙后,一部分乙军向北推进 与北部推进的乙军会合 一部分乙军对加沙南部进行有针对性的袭击 在加沙北部乙军继续突进 以色列国防军第460旅的步兵和坦克部队 击退了从地道中冒出试图袭击乙军的哈马斯武装人员 打死了多名哈马斯分子后,将地道彻底的炸毁 然后用卡特比勒第九装甲退土机和美洲师重型工程车 将炸毁的哈马斯地道以为平地 加沙南部地区,乙军加沙师领导的作战工程部队 和坦克进行了有限行动 乙军绘制建筑物地图并清除埋设爆炸装置的区域 为南部的战斗做准备 以色列国防军还缴获了哈马斯的作战计划 地图和通信设备 这些将有助于乙军解救人质和消灭哈马斯 乙军第1620情报部门正在研究这些材料 并将供以色列国防军在未来的战斗中使用 10月3日晚间 以色列国防部长阿夫·加兰特 在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 与军方高层会面时表示 地面行动正在按照计划推进 对哈马斯的袭击只会增加 加兰特还表示 哈马斯将死在地道里 或者出去死在地面上 乙军对哈马斯的目标就是消灭 不需要俘虏 不打向战 这对哈马斯来说是极其致命的 白宫官员在周五告诉媒体 他们相信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将在下周开始放缓 地面行动的增加 以瞄准和摧毁加沙地带 北部下方的哈马斯地道群 以色列将使用特殊的炸弹 炸药 毒洞 水烟等重动方式 将哈马斯闷死在地道中 而且不要俘虏 面对以色列的疯狂打击 哈马斯试图借助埃及开放口岸 允许伤员过境的时候 混在救护车上试图逃离 却遭到以色列的空袭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埃及允许加沙受伤民众 经过拉法口岸前往埃及 哈马斯试图混在伤员中 使用红十字会和红星月会提供的救护车 从加沙逃往埃及 当巴勒斯坦当局向美国和埃及 提供需要从加沙地带 转移到埃及的伤员名单时 美国和埃及发现这一阴谋 但经过审查后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名字 是已知的哈马斯分子 因此名单被拒绝 只有76人被接受 哈马斯用救护车运送伤员 战斗人员武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至于这辆被袭击的救护车里面 是否有逃往埃及的哈马斯成员 仍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空袭救护车 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 哈加里少将表示 哈马斯用救护车转移武装分子 伤员和武器 更详细的信息已经向与盟友分享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绞杀虽然会付出一些代价 时间会很长 但哈马斯将再劫难逃 面对以色列的打击 阿拉伯国家似乎态度很暧昧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下场 也拒绝接受加沙地带的难民 埃及甚至表示 用鲜血阻止加沙难民到达埃及 与以色列接壤的尼巴嫩争党 有机会对哈马斯表示支持 剩下的也门胡塞武装 距离以色列太远 最多发射导弹无人机 但还要防备被沙特揍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其他一些组织 也只能发射无人机导弹 袭击美军基地 来给美军施压 但都遭到美军的打击 尼巴嫩珍珠党 也门胡塞武装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和其他一些组织背后 都是伊朗支持的 真的能给以色列造成麻烦 目前来看 珍珠党不时袭击以色列边境哨所 发射火箭弹 袭击以色列坦克 搞得有声有色的 这种党真的会下场 全面进攻以色列声援哈马斯吗 这种党领导人 哈桑纳斯鲁拉在哈以爆发冲突后 多次表示要支持哈马斯 准备和以色列大干一场 彻底消灭以色列 10月3日哈桑纳斯鲁拉 搞了个直播演讲 现场气氛很烘托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讲话 最后讲了个计谋 哈桑纳斯鲁拉否认 和10月7日哈马斯 突袭以色列的行动有关 这是和哈马斯切割呀 之后强调珍珠党 是从10月8日加入对以色列战争 而且一直在战斗 然后谴责以色列 美国哈桑纳斯鲁拉特别强调 这场冲突完全是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与国际的局势无关 直到演讲结束 哈桑纳斯鲁拉都没有对以色列和美国正式宣战 为啥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宣战呢 胡塞武装离以色列太远了 侧党就在以色列的隔壁 却不提宣战的事情 是不是很诡异呀 以至于激进的巴勒斯坦人 对哈桑纳斯鲁拉的直播电视画面扔鞋子 这种党这是退缩了 这种党领导人的讲话表明 他们与哈马斯切割 抛弃了哈马斯 这恐怕也是伊朗的意思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 对以色列的支持 阿拉伯国家的沉默 共产党和伊朗开始重新考虑 支持哈马斯的后果和代价 很显然的 哈马斯是更值得被抛弃的 中东局势未来可能不稳定 伊朗可能协调 黎巴嫩 叙利亚 伊拉克和也门的 什叶派组织和民兵 继续骚扰以色列和美国 但下场进攻以色列 拯救哈马斯几乎不可能的 哈马斯和伊朗 本来就是互相利用的 这次哈马斯搞这么大 加上美国力挺以色列 拯救哈马斯的代价太高了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已经提出了停火谈判 甚至有条件的交换人质 哈马斯手中没底牌了 哈马斯唯一能做的 就是渲染以色列 造成加差人道主义灾难 利用舆论给以色列施压 逼迫以色列停火 可惜啊 以色列不吃这套 内塔尼亚胡就是要做恶人 彻底消灭哈马斯 哈马斯在10月7日 无差别的袭击平民的时候 就注定自己的结局 如今 珍珠党领导人都退缩 与哈马斯七哥 一切就变得很简单 整整17年过去了 加沙民众也该迎来长期彻底的和平 阿拉伯国家打输还有谈判的机会 以色列打输就亡国 这意味着哈马斯的倒计时来临 昨天以色列要求加沙圣城医院立即疏散 圣城医院位于北加沙 也是巴勒斯坦 红心越的总部 地下就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 然而医院收到警告后 门前反而布满了救护车 以及露宿的人群 很明显的 这是专门和以色列作对 更明显的是 这又是哈马斯布置的一场好道具 哈马斯知道 全世界都在盯着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大面积的伤到平民 全世界的舆论 可以把以色列的反击立马叫停 并且 美国也会立即停止援助 哈马斯再次告诉世界 什么叫卑鄙透顶 什么叫无耻至极 作为卑鄙无耻的莫过于哈马斯头子 哈马斯头子之一 穆萨阿布 马尔祖克 在接受采访时被主持人问道 既然你造了500公里的隧道 那为什么不为平民建造防空洞 哈马斯头子回答说 地下隧道只适合哈马斯 不适合用于加沙地带的平民 他还称 加沙的安全不关哈马斯的事 而是联合国和以色列的责任 再次证实了 哈马斯从来不关心巴勒斯坦 平民的死活 哈马斯分子可谓是把流氓两个字 发挥到了极致了 哈马斯不管加沙平民的死活 而这段时间 文明力量一直没忘记加沙的平民 在周日 拜登致电内塔尼亚湖 呼吁立即大幅的增加 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官方推特表示 过去八天 共有108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进入加沙 由发动战争之初 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敦促加沙平民离开 到不断的让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 以色列和文明之国可谓是人之以尽 然而当援助物资到了加沙后 发生了什么呢 一位女孩的母亲在加沙 据她在视频中所说 她打电话回家后 她的妈妈告诉她 那些来自文明之国的无偿援助物资 进入加沙后 并不是免费分发给加沙平民 而是被哈马斯拿去卖钱 并且还坐地起价 从12美元涨价到40美元 另外 昨天有件消息再次证明了 哈马斯的邪恶之急 大家都记得23岁的德义以色列人 沙尼洛克在音乐节上被哈马斯绑架 并且被游街示众 昨天他的死亡得到证实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社交媒体写道 沙尼洛克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 他被残酷杀害 这显示了哈马斯袭击背后的所有野蛮行径 必须追究其责任 这是恐怖行为 以色列有权自卫 是的 哈马斯就是野蛮的物种 是邪恶的人渣 以色列有权自卫 有权消灭一切哈马斯分子 并且将200多个被绑架的人质解救出来 而那些想遍世界角落的反语声音 凭什么要求以色列停下来呢 正确的做法 难道不应该是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并且投降吗 是想想如果洛克是你们的孩子 被哈马斯游街羞辱并斩首 你们还会对哈马斯这么好吗 现在是21世纪 人类应该文明 应该尊崇人人平等的普世规则 没有人天生就应该被哈马斯斩首 强奸绑架 没有人愿意活在野蛮的一个世界里 对野蛮百般呵护 对文明千般挑剔 最终会让野蛮更嚣张 将会伤害更多的人类 真心希望金哈人士 不要再蠢下去了 所幸的是 这世上并非所有人都是金哈人士 更多的是热爱生命 向往文明的正常人 和我一样 希望以色列这次 能联合这世上的文明力量 将哈马斯这个毒瘤 给彻底的铲除 同时我也希望 在铲除哈马斯这一过程 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 愿上帝保佑无辜的平民 愿巴勒斯坦 以后能成为一个 没有哈马斯的国家 成为一个富裕且文明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